嗨 大家好 我是小皮特 今天就是2024年的1月26号 礼拜五的下午就1点20分 那么现在继续就是在这里跟大家聊天 今天的洛杉矶的加州阳光非常的灿烂 早几天下雨现在已经基本上就没有了 现在恢复到加州阳光 但是这个阳光很厉害的 我的手在这里要是晒它一两分钟的话 手会痛 那么这个天气跟我们国内云南 那个什么丽江那边的天气差不多 要是大家没有去过加州这边旅游的话 要是你去过云南那边 那你就会体验得到 就是加州阳光跟昏明天气差不多 但是区别在于这里就是低海拔 那里是高海拔 它们那边就是有高原反应 就是丽江那边有高原反应 因为我们这边不是高原 但是天气是一样的 蓝天白云 其实我们中国很多地理位置 跟美国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甘肃那边 就是沙漠那个地方 都差不多 但是这都是高原地带 但是我们去旅游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是自己有什么身体不舒服 好了那我们继续的跟讲就是说现在我上一年回去就很少见到一些老外的身影 就是没有那么多了 像我们广州很多黑人也少了 本来广州是很有名的都是那些黑人喜欢在那里去生活的 还有做一点小买卖的 他们也有一个区域 就是像我们美国台湾街一样的 他们有一个圈圈在那里 那么上一年回去就没有见这些人 也许可能有一些人说 就是说由于那个疫情期间三年了 他们呃呆不住了要回去啊 那么就没没没没办法生活了嘛 你不困了 但有一些呢就是说 呃遣返他们 因为很多那个广州呢 很多黑人是没呃无证移民 就是说他们啊 就是非法留下来的嘛 所以清理掉了 那么呃 但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呢 也是确实是很多景点呢 真的也是看不到一些老外的身影了 就是全部是青色的中国人 或者是呃 我们分辨不出来的日本人 或者是韩国人 或者是东南亚 反正是别的肤色 白人呢什么黑人呢 就没有在景点上没有没有看得见 啊这一点呢就是 全部都是我们呃就是国内人啊 在旅游 其实我们中国呢 呃那个旅游景点是非常的丰富 也非常的漂亮哈 作为我们中国人呢就很喜欢 我们既然中国有这么漂亮的一些景色 其实呢就吸引海外的一些呃 友好人是来观光旅游的 确实我们中国人也也有面子 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国家啊 什么那个旅游这么好的地方是吧 呃都想让他们呢就是通过手机啊 或者录像啊拍一些一些东西 全世界都能够看到啊中国啊 啊那个那个旅游方面的一些啊 啊精彩的一面的哈 啊那么我们中国人也是特别的好客啊 啊一一向都是很欢迎啊外国人啊 啊来旅游了嘛哈就大家都有 有点特别对啊海外的人啊就是啊 欢迎是欢迎态度啊 啊那么呃我们上一年我们去有时候去干肃那些什么 敦煌敦煌那个景点呢呢 呢那么他们哎这个导游说呢就是现在也不开放给外国人呢 啊因为在一百年前呢那个八国联军呢或者他们偷窃了我们一些文物啊 我们现在不欢迎老外呃来这个这个这这些水文中国人的地方呃这个这个这个景点是不欢迎 但是我也很纳闷这个是出出自于老游的口啊不会吧这个东西是吧以前是以前的现在这些都是旅游景点的都是能挣外汇的地方啊怎么会是这样的哈当然这个就是无从查证 我也不是从官方那边去有这个名门规定可能啊就反正是啊就听听导游这么讲呢我就再这样讲啊 那么其实啊现在呃现在就是说在网上康呢就是呃疫情之前呢就是中国人还有很多的老外啊在那里做生意啊啊投资啊这些东西 那么经过这个疫情三年之后呢那么现在好像是很多人都都都都都都离开了啊所以现在你回国内去去什么地方都很少见 那么到那些呃五星级的酒店去也是见不到什么老外的身影的啊都是一看就是华人的啊在海外回来的一些 观光的探亲课之类的东西啊那么这一点呢就是比较遗憾的当然现在中国也开放给人家单单方面开放那个免签证给欧洲那边啊现在美国呃这边呃要来美国去旅游呢都可以啊落地签啊 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呃效果怎么样也也还是要继续去看啊当然有一点呢就是说呃就我们呢我们是中国人呢回去就很方便的 人呢你们呢因为有身份证嘛你可以去呃呃有资格网啊这里啊那什么都方便的跟都是方便 但是我的朋友是美国公民 那么他回去就很不方便 就是什么的 他到银行去开个银行账户 就没办法开得了 那么去买手机 买个号也不行 因为失明制 你有身份证是不开给你的 你那个什么护照也没用 就是你有这个身份也没用 他们的说呢 就是说你们旅游跟探亲 是没有这个条件去开账 银行账户跟买这个电话号 除非你是工作签证 那么海外华人 他们入了几亿 他回去肯定是探亲的 绝对不是说工作签证的 那么所以呢 他的电话就没办法用 还有就是那个住 中国有些旅馆跟宾馆 五星级业三星级业这个种 都要指定去某个酒店去住的 不是说你随便你就可以到个旅馆去住 那么这样好像是有点区别了 那么我估计这也有一种利益上的一个捆绑 就是说比如是大的宾馆 可能他们有这个权利去接待 你们这些小旅馆就不要争了 就这样就怕他们 因为这个东西肯定是这样的话 不然的话你人家进来住什么地方 只要你现在一刷那个那个什么护照呢 就行了嘛 还有一个脸是别 就不就行了嘛 但是这个都都不是说 你海外的华人不是可以随便的去住的 要指定的 所以在这一点呢 就是有点区别 那要老外的话 不同肤色来中国旅游 那么就是很不方便的 就是你想住的一个旅店 那你要去找那些专门去接待他们老外的地方住 那就很不方便 还有就是那个电话卡 你没办法 但我们中国也有一些难处 我以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诈骗电话太多了 现在中国的失明字抓得很紧 所以这个我们也就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很安全很理解 因为就是你的电话你失明字了 那你有什么事情呢 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呢 可以追追追到底嘛 当然这个东西的就是当然安全是安全的 那个但是国外就是讲求隐私这些东西的嘛 所以什么都是不可能是全是美的 它都都有它的曲线 那这一点是有曲线的 它不可能全部照顾到啊 但是这个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很容易解决嘛 那么要是你老外要买手机的话 那么它有一个什么护照这东西 那也是可以失明的 把它的资料登记下来 然后你来美国来中国旅游多少天呢 直接就是有一个有效期 你这个电话到了一定时候你就马上就就是消失了 就没有这个号了 那这就可以的嘛 就是所以这个东西都应该是应该可以解决 而且也能够挣钱的嘛 这个啊 因为中国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有一台电话 不可能买两个号三个号嘛 那其实对于中国电信来说的也是这个也是一个买卖啊 问题就是在怎么处理这个这个事情 那么然后呢 就是很多时候你就就你坐高铁地铁啊 这这这些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方便啊 就是外国公民就没有那么方便啊 要排队啊 怎么样也不可能在网上预约啊 就网上东西你购物啊 什么点外卖啊 这个也也也也用不了啊 所以这个对他们也不也不很方便啊 还有呢就是那个订个机票啊 比如很多外国的那个华人到中国去啊 那么他单程的话就再买飞机票的国际航班的话 那他们呢也在网上呢也有也有些不方便啊 那只能够拿现金去买或者加点手续费啊这些东西 反正现在都很多条条框框这些东西啊 这个其实也是很很现实的问题啊 所以啊像我们坐高铁的话呢 随便呢有可以自己去去买 但是呢他们呢可能不一定行啊 所以这也限制 特别他们不懂中文的话呢 那么去到我们那个那个地方 那么就很烦的事情 就额外的都烦 就等于我们不会英文的我们到去去去去旅游的话呢 就是英文就是这个这个不行 那要是太复杂的话 那么我们根本也没办法去去玩的开心啊 比如泰国嘛 那么我们不懂英文也不懂当地的泰国语啊 什么你去那里啊 在这个地方就不能够住 这个地方我也不能够住 那么那么就不去了 就这样就是其实呢也是啊 大家呢啊将心比心 你看就有就人家来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大门 就有一种奔之而归的点一种感觉啊 因为我们中国人也是特别好客的 也不是说呃真的呃 呃啊不不才不理嘛 就其实中国啊真的是一个离子吧 啊那么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可能呢就是呃有有有有有一点不方便啊 因为我的朋友他们就是想啊拿个电话卡 还有什么的还有那个支付宝 支付宝你呃 现在很多人还不怎么会用啊 那信用卡呢信用卡呢 那么我们中国呢很多大大小小的商家 那不是说所有的商家都具备 有一个中中断的搞那个刷刷信用卡的嘛 还是那个呃支付宝 还有什么用那个事情啊 所以那就大的一些一些宾馆啊超市 这次我回国也没有说留意说要信用卡 都捆绑到支付宝那边去用也很方便 所以这东西也很不便利 还有滴滴打车这东西都是需要用到手机 这个东西来取什么的 除非那么出租车 出租车是可以收取给现金的 所以可能中国考虑到你滴滴打车就是本地的 那么出租车你可以用现金去打地市 可能也是保护出租车的利益 因为出租车现在已经很多都被滴滴打车竞争不过来了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想做点老外的生意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支付宝这些东西 但是一切的现在科技来说 一切都是很容易去满足这些需求的 现在都能够登上月亮了 这么多一个科技互联网这么多 很多时候都可以去理顺这东西 也方便国外的友人去中国去旅游 现在中国确实在这次我回去也确实很少见到老外去旅游的生意 因为这也是一些外汇收入 当然中国的旅游市场对国内的人也是很热门的事情 所以有些人说主打国内的 但是中国这么大的 有这么大的一个风景这么好的地方 那么你总想别人来到自己中国去拍拍照 什么在全世界中国很好 但我有时候我越喜欢看视频 就让老外去拍一些中国的视频 这么好漂亮 那么自己觉得中国人很自豪 他们的喜欢上中国 虽然每一个国家都希望 都希望别人的人外国喜欢自己的母国的 那么同样也是美国 你移民到美国他也想你们这些中国人喜欢美国而已 所以很多都是这种 那么所以现在当然了 以前你在国内是有银行账户的 那当然你这些华人到了外国 拿了外国股民 但是他的银行还是有你的底的 他不可能把你的底子全销了 因为你里面可能也有钱 所以就是他有时间断了 以前的就算了 有新的你就开不了了 你只能够说去工作签证而已 就只有这种情况 所以现在中国不是说 有些中国经济现在都是怎么样 既然中国现在已经开放了很多国家 免党方面免签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看到了经济这个问题 这个东方不亮西方亮 就是在某些领域不行 那就开放一些旅游项目 这个那你旅游项目 你只要考虑到他们的消费 如果你想人家掏钱去消费 你的便利人家掏钱出来 不要的话怎么挣钱 一分钱都是钱 一毛钱也是钱 是这样 所以我总体来说 还是中国的旅游经典还是多元化 因为每次有多 到处都要花钱的 不像在美国这里 当然它也有一些封顶区 但是他们都是麦当劳 什么特色 这都估计 就没有我们中国那么的吸引人 当然现在很多疫情过后 很多那三年时间 你根本的外国人进不去中国 包括海外华人想回国也是南 那三年时间 封了三年时间 所以现在这么一个一弄法 是吧 一下子就人家出国 三年了 人家习惯了 就没有回头 加上很多什么外资 这里都没有 就是撤了 就肯定有些公司的员工 可能也是没办法 就是在 可能外国人在中国找工作也比较难 不像以前那么吃香 随便教教英文也行 现在我们中国人才很多了 现在很多 所以现在很多岗位 可能就外国人到中国找工作 确实很难 除非你很有一个是一个大人才 这类东西 我们海外的人都很想我们母国都是能够受世界的欢迎 去中国旅游 中国经济很好 然后很多中国的人到全世界去旅游 能挣钱那么当然就是互利互补嘛 都是那个良性寻王嘛 不像现在那个好像我们美国好莱坞啊 这很多很多拉斯维加斯 现在我们在这里走一起也见不到一个中国的一个 一个游客的身影就少了嘛 就少了 所以这个最都是良性寻王嘛 当然现在这个世界也不太平了 很多地方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这个东西啊 所以我希望明天更美好吧 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 拜拜